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講到健康生活 这个现代人三餐老师在外 可是忙碌的现代人觉得 要认真的过一个健康的饮食 真的很麻烦 那今天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分享 我们的专家来宾 各式各样又懒又健康的伙伴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是 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洪文强医生 您刚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再来是中医好朋友 周伟伦医生 各位大家好 好 再来是生活好朋友 洪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 艺人好朋友钟馨妮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 养生料理好朋友 秋香姐姐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 行人帅哥主厨 小刚师傅 好 大家好 好 我问一下树青 真的很多人 这个现代人上班族 或者小家庭小夫妻 或者像心理新手妈妈 有的时候又要雇 一家老小的健康 可是忙得要死 就觉得应该要想一些 懒人的佩服 真的 因为现在 这个很惨 肚子没房没车 没什么 连时间都没有 就忙掉死 那所以在时间没有的情况之下 不然是煮一个人 还是煮两个人 还是煮全家人 最重要一件事情 是如何在短时间里面 就变出一桌子的菜 那我觉得有几个方法 是之前大家有讨论过 可以供大家做参考 第一个方法呢 最简单叫做用现成食材 对 你就发现 比如说有一些东西 已经是半成品了 或你昨天的剩饭剩菜 怎么样变成一道新花样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第二个最好买那种 不用洗的太麻烦 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 煮菜最麻烦是洗菜那个阶段 那些食材光洗好天都黑了 所以如何能选那种 不用削皮或洗完就可以用的 我觉得少洗少切 少削皮这种最简单 那第三种就是要善用工具 以前每次为了切菜 那还要分生的砧板熟的砧板 后来看秋香老师用 剪刀一把剪刀 什么东西可以剪 砧板都不用洗 这个就非常好用 那还有一个东西 善用好的工具 有些人就很讲究 家里又要烤箱 又要水波炉 又要这个炉 那个炉 这个东西要炸 要煎的不要 最简单就是能不能用炉的 直接一锅炉完 或者甚至用微波一次把它做完 或者一锅到底 一锅入魂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秋香姐 以及本节目最强 叫做一锅入魂 一锅到底 而且今天还有一个最强 就是一锅入魂之外 一锅还可以做三道菜 那这样子你一次就搞定 你这一餐的 当然就时间就够了 而且懒人这样只要一锅 下次洗锅子也只要一锅 没错 这个懒人另外一个苦恼 是有的时候厨房做完料理 好像打完仗 然后缩食残局真的很痛苦 没错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做菜不是最痛苦的地方 最痛苦的地方是洗完 这个所谓像战场一样的 或者是洗菜啊 或者是洗碗啊 所以如果连这些一次能用张锅子就好 一个锅子就好 那就是天堂了 真的 而且懒人的料理 这个洪医师要提醒观众朋友 很多时候呢 这一个中间的流程 我们减缩 可以减少油烟对我们健康的伤害 对 属于说那个天道酬勤 疫情天下无难 是好像勤劳才会得到一个上天的眷顾 可是不幸的 有一些人很勤劳 拼命的妈妈拼命的在那边煮三餐 国务院就曾经统计 一个家庭主妇一天煮两餐 然后这样煮十年 他得到肺癌 其实跟一个上班族可能从来不煮菜的一个妈妈 他那个煮菜的妈妈 他得肺癌的几率高达78% 哇这个非常高哦 那甚至大家有没有一个听过一个叫做 油烟综合症 很多妈妈不上班的改善全职照顾家庭妈妈 那开始一天煮两餐煮三餐 那吸着那些油烟 油烟里面可能有一些本 有一些氨 有一些硫化物 有一些氯化物 你进去那个通膜不好的那个油烟 你会觉得黏膜刺激 然后一直吸进去吸进去 他们后来发现这些妈妈 食欲会变得比较不好 然后不止肺功能会变得比较不好 他连那个肌肉反射跟记忆力都变差 这个叫做油烟综合症候群 这个妈妈大家觉得妈妈好像没有去上班 这好像变得比较反应迟钝一点 肌肉反射 原来是煮油烟害的 那甚至一些肺 我们国内曾经统计一年2500多个癌症的病患 他们给他发生跟 他认为肺癌一定跟那个烟香抽烟 他发现九成的妈妈 事实上九成女性得肺癌的 都没有抽烟 认为最主要的原胸 应该是那个厨房的油烟 那如果说我们 肺癌两个原胸不一样 很多男生可能是长期老烟枪 那女生很有可能在厨房里头吸太多油烟 肺癌男生60%都有抽烟 可是女生只有10%不到 所以女生的致癌因素 可能跟油烟是最主要相关的 那这个我们秋香姐姐听说 今天就要先分享一个一锅三菜 是 可是我在分享一锅三菜以前 我想有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做这个调查的人 应该要稍微的再去问一下 其他人的意见 因为你看 其实不是煮东西的会致癌肺癌的比较高 我觉得是男生都不帮忙做家事 因为你看所有做家事 我们撑的那些清洁剂 都是化学剂 都是那些吸进来的 那比方说你用吸尘器 那吸来吸去可能也都会沉满灰尘 那另外如果说妈妈们不煮 你前家去吃外面 那其他的毛病会更多 所以因为那个报告以后 很多家庭主婦就 就反正有借口 我可以不用煮了 对 其实反而伤害更大的 我自己有一次发现说 你在喷那个 就是那些洗油的东西 葱油烟机要清洗 对 那个你一喷的时候 整个非常的细小的微粒子 在空气中从厨房飘到客厅 我自己看到那个阳光 因为我家里刚好是玻璃砖 从那次以后我就不喷了 真的 光姐讲的是家里头的毒 包含很多人比方说你清洁地板 比方说你清洁家里头 纱窗 铝门窗 各式各样 你不知道用什么清洁剂 洗剂 那等于生活中有各式各样的毒 那油烟可能是对家庭主婦来讲 其中一个重要的伤害 可是油烟以外的东西 还是有很多伤害 是的 不然的话 厨师一定是毒毒的要命 对不对 好 洪医师回去帮忙做家事 洪医师说他开洗肾诊所 帮忙洗肾 是不是 好 我来一锅三菜 简直要分享一锅三菜快速法 先起一个热锅 这个锅子我们让它尽量烫 那锅子烫了以后 我这边就有一个鸡胸肉 这是鸡胸肉没有任何腌制 对 完全没有 那我就把它皮的部分 先朝下是不是 然后来 在旁边 这个满洲十大酷型的声音就来了 好 那我给它在旁边 你看有没有马上香味就来了 对不对 它有鸡油 是 那这个就是烫锅 烫锅把它切块 那因为有洗过所以有一些水 我把这个水解掉 你都不用 现在都还不用下油 不要不要不要 就是为什么锅子都不用下油 对啊 你不是用不粘锅 你是用不锈粘锅 很容易沾黏 对啊 很难翻那个筋 那这边沾就沾吧 因为你不管它 你看因为其实是 这个应该是家里小家庭两三个人了 可是我们的大家族没办法 所以我每次都准备很多 我们今天是准备食人饭 那小家庭的一锅三菜 就可以学秋香姐姐今天的做法 是 然后你要嗆白酒 对 这个米酒就好了 是 好 然后我们就很简单 我给它的一个调味料 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是给它这个 一点盐巴 套Q跟这个鸡肉就一点盐巴 然后呢 在这边呢 是撒上这个胡椒 这是白胡椒 白胡椒 太厉害了 你这一锅既要做沙沙酱鸡排 还要做这个西芹腊味套Q 是 那我现在我给它盖上锅盖 大概两分钟 两分钟我把套Q拿起来 那就加水 水加进去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烫这个 那我就来调这个酱 好 那你会调一下 这一个沙沙酱 是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 可以先调一下沙沙酱 可以 那沙沙酱呢 其实沙沙酱调得很简单 这里面就是番茄 番茄切丁 是 切丁 那如果有那个机器的话 整个搅在一起也可以 那沙沙酱呢 有些人喜欢放那个香菜 有的喜欢放九层塔 那我自己在这边 我就跟它放九层塔 跟香菜你可以多加一点点 阳台的九层塔 长出来就放九层塔 是 是 是 那要长就放香菜 是 是 是 这放什么配方 就依阳台长什么而定 是 是 然后还有辣椒 辣椒 辣椒 然后柠檬 柠檬 这个是沙沙酱的基本配方 然后呢 我的沙沙酱 我要给它有一点意大利风味 所以呢 我就会加一点点 粗和香料 然后要放的是粗的黑胡椒 这边刚刚煎的是细的嘛 那是白胡椒 现在是黑胡椒 刚刚我们的这个锅子里头 煎的是白胡椒 那现在调酱是用黑胡椒 那再加一点点盐巴 这个自己斟酌嘛 对 是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搅拌 搅拌 那要橄榄油 橄榄油最后是油醋的基底的 所以这种沙沙酱也可以很简单自己做 是 那还要有洋葱啦 对 洋葱也是特别的那个 固定的基底这样子 我觉得你这个沙沙酱也可以当沙拉酱 对啊 可以 就是油醋酱嘛 是 是 基底嘛 那我们现在那个油放的不多 因为小刚刚刚有特别交代 油要留一点点给你 希望你还没有 没关系 不要留给他 OK 那我现在这一个套Q 好 好了 对不对 你看大概一分 所以你的套Q会出一点水 然后之后倒也没有下油 是 没有下油 然后你那个鸡排也有一点点 蒸煮熟的概念 那鸡排现在中间还没熟 对 但是我现在这个鲜味都出来了 好 那我就是 所以套Q是要做另外的凉拌菜 是 那这个时候我会把这个大头菜 因为我们有两个菜 一个汤 大头菜直接下去 大个菜就加进来 然后我会把水加进来 好 所以你的鸡排 这个时候还要继续在 还在 因为它中间还没熟 那我们不要浪费瓦斯 就直接就让它去那边煮 太酷了 是 所以现在要变成煮汤了 对 是 现在煮汤 那等一下这一块拿起来 就可以用了这样 好 一锅三菜 一锅六果 每一样都超好吃 而且十来分钟就完成了 十个妈妈有六七个都 所以这样它等于说省了三分之二 不是二分之一的时间 所以它是很OK的 好 那这个汤汤水水里头 又会有鸡肉的鲜甜 是 好 那我们煮它 同时这个姐姐刚刚办好了沙沙酱 要接着下来要处理这一个西芹 稍微汤烫一下就处理 是 西芹要加在这边 那我等它这个下去 因为西芹其实也可以吃生的 但是稍微的汆烫一下 它的那个颜色就很漂亮 好 我看它滚一下 好 我们等它滚一下 那非常快的 或者是我先来把这个 其他的调进来也可以 那其他我就是会放蒜 所以这个 蒜头 花枝就等于刚刚有一点点蒸煮熟 是 蒜头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是什么酱 这就是甜辣酱 甜辣酱 一般的甜辣酱 对 一般的甜辣酱就夹进来 那这边的咸味 因为我们刚刚有加一点点盐 在这上面了 所以这个咸淡度 等一下就是 我把西芹加进来 我要加盐巴再加 不然的话 这里就会太咸了 好 那我这个香菜 就会加进来 这香菜叶子 好 最后再加一点香菜 对 因为这边是比较头的部分 香菜头的部分 所以你看它光是这个备料 它这些香菜又做沙沙酱 又拌这个花枝 两用 是 所以一锅山菜 就是这样来 对 不然你就看 那个洗香菜也是很烦的 一洗完那种放在三道菜才行 对 好 那我现在呢 我就把这个 烫一下 因为它非常快速 通常这样穿烫要烫多久 大概30秒 30秒 因为我喜欢就是它的一个脆度 好 那我们的这个西芹 稍微穿烫一下 30秒就可以捞起来了 是 那你就会凉拌这一个花枝 或者烤鸡嘛 对不对 对 是的 那你看这里面 为什么把它捞到这里面烫 你的那个大头菜 对 如果跟我们的这个芹菜啦 它的香气就会不一样 那我今天不用大头菜 我可以用萝卜 一样可以 可是萝卜要煮比较久嘛 萝卜如果要切到这么大块 就得炖煮一段时间 对不对 是 是 但是因为大头菜 它本身就是吃烤烤烤烤 也很好吃的 对 而且大头菜是很甜 越煮越甜的菜 所以这个汤汁也会甜 是 那你看我刚刚把它煎过 这一边就变颜色很漂亮 对 你的鸡排另外一面是金黄色 是 那我现在我可以再把它盖起来 那这边再煮 那我这边就是来再拌一下 我们来拌一下 然后就可以来调味 对 就是吸情的咸度而已 就是真的是手这样子捏几颗就好了 哇 好 那姐姐你已经先上好第一道菜了嘛 对不对 是啊 是啊 那这个地方呢 我个人我喜欢就是有一点胡椒味 这是台客嘛 没办法 台客会加一点胡椒 这自己斟酌嘛 是 台客还会加香油 香油 台湾妈妈嘛 是 没有 刚刚这个油醋 这样加的是橄榄油 橄榄油 对 橄榄油跟橄榄油都有吃到 是 是 难怪你们家连午餐 你们两口子都会吃饭 因为你上菜超快的 是啊 你就常常练这种一锅三菜的神迹这样 哪有那个米糕西干 跟他做的那么久的东西 对不对 很像这个洪医师 刚刚这个秋香姐姐很多动作 他虽然是一锅入魂 一锅三菜 可是他都一直盖锅盖 盖锅盖很重要 我刚一直在观察秋香姐姐 他那个到底有冒多少烟 他那个是水蒸气 不是油烟 那两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直在讲说 其实针对油烟是最恐怖的 油烟就是什么 我们之前在讨论那些黑心油 有什么一环鞍 多环芳香青 什么摩托车排出来 烤肉的那些黑烟 那个才叫油烟 那油烟到底有多毒 英美都做过实验 美国那个癌症研究中心有针对 就是说我们来 干脆一个有装抽油烟机 一个没装抽油烟机 这个 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那英国也做同样的研究 他认为 如果在那种通风不好的地方煮三餐 这个等于说每天吸两包烟的那个毒害 所以这个是非常恐怖 那怎么办 我是觉得不是教 其实我们每次在吃这个菜的时候 如果经过这一集 大家知道 不只是妈妈的爱心 还是妈妈的健康 大家不要剩下的 一定要把它吃光光 那妈妈要聪明的保护自己的健康 第一个抽油烟机一定要装 那你要装怎么装 不能装错 比如说那个距离不能太高 一般是说大概70公分左右 超过那个光度吸力就不好了 那另外就是要记得要打开另外一个风 抽出来一定要有风要进来 所以要保持一个通风 那假设真的是你家的环境状况 很多不允许这么好的地方的时候 你就用聪明的做 就尽量少用那个煎油炸快炒 这一类都比较容易产生这些油 而是用一些水煮的卤 这一类的就比较不会产生这个油烟 那真的不行 还是吃了一堆油烟 妈妈怎么保护自己的健康 反正三餐是妈妈自己决定的嘛 妈妈就多买一些十字花青菜 水果地瓜类的 这种可以高鲜的食物 五谷饭这类的 事实上都可以帮忙排掉一些毒物 这个我们医生讲完 我们姐姐的汤好像也煮滚了 也好了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鸡排呢 取出来 所以你鸡排是另外要配沙沙酱 是 鸡排你就可以把它切片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皮的油 已经贡献在汤里面了 所以我会让它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有煎过的面 槽上会比较漂亮 那这等一下要吃的时候 再自己用西餐刀来切 不是 用西餐刀来切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沙沙酱 就用上来 那个酱也太微了吧 一摆上去 整个那个就秤都出来 就不一样 对不对 好饿哦 是 哇 那这样子 两菜一汤就上菜了 那这一汤呢就 好 再把剩下的 对 蒜啊 香菜啊 蒜头啊 加进来 对 加进去 然后就是加 这个就不用了 就这个我们呢 那提味一点盐巴 对对对 就完成了 所以今天一锅三菜 我们就来试吃哦 哇我们秋香姐姐的神迹太厉害了 一锅三菜 一锅入魂 每一样都超好吃 而且十来分钟就完成了 哦 好棒哦 对 而且你有海鲜 有肉类 有蔬菜 还有汤 什么都有 这已经是小家庭的一汤两菜了 对啊 一锅十来分钟 真的在我们临床上看到病人 真的是非常需要 因为你知道 刚才秋香老师有说到 因为女生宽骨 真的长得不一样 用来生小孩用 所以膝盖其实很痛苦 十个妈妈有 六七个都退化性关节 去换治换人工关节 所以这样的话 等于说省了三分之二 不是二分之一的时间 对她是很OK的 她就是因为像我们就是 可能我们也是大家族出来的 我们就煮很多 就变成每天妈妈在吃剩菜 造成剩菜之后 肠胃还有高胆固醇 还有血脂血压的问题 比较不好 但是建议大家是 如果说你是一个新手妈妈 或新手家庭主妇 如果像我就不会像 秋香老师这样的话 我大部分都会像铝箔纸 或是用烘焙纸放在旁边 顺便不用洗锅子 顺便是比方我把蛤蜊 或什么包在一个铝箔纸里面 会比较节省空间 而且做出来不会有味道的搭配 会错乱的问题 秋香老师真的是一个 很聪明很贤惠的台湾妈妈 你知道妈妈 台湾的妈妈有个特征 你的小孩可能要去补习 可能回来的时间 每一个家人爸爸回来的时间 都完全都不一样 可是你必须在短短的十分钟之内 把它弄出了全部的菜出来 把它冰箱有多少东西都把它弄出来 而且要有汤 有海鲜 有肉 你刚刚有发现 其实秋香老师 他十分钟就符合这三个东西 全都有 而且也都没有过度烹调 都保留营养 台湾很多的妈妈 都有这样的一个聪明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节目 真的是有勾起我们很多很多 对于那个妈妈的怀音 你感觉回到了我们的生气 你回来感觉吗 没有我觉得 他的意思是说 每个妈妈都要学 我觉得很厉害 这三道的组合 我觉得现在每个人都在笔记了 对 真的 十分钟就这么快 快速的处理 那欣妮也是新手妈妈 平常会怎么做懒人料理 我真的很懒 因为我现在就是做孩子的副食品 那现在就是比较少 就是用电锅 然后比较少的调味料 像我今天可以推荐的 就是我自己在做的一个 玉米笋鸡肉菇菇饭 厉害 听起来 玉米鸡肉菇菇饭 对 因为我觉得像肉也有 肉也有了 蔬菜也有了 菇也有了 对 菇也有 我自己很喜欢吃这些 那首先教大家 其实就是电锅的这个锅子准备 好 然后我自己会下两杯米 好 电锅是懒人必备工具 对 大同 就是大同 对 大家都有 家里一定会有个电锅 好 说你的配方是两杯米 对 两杯米 而且像你老公啊 很多男生都是一定要吃饭才会饱 对 我老公就是这样 对不对 像我如果做这个料理啊 像是最主要是做给孩子吃 那如果孩子吃的 当然我老公就会觉得不中嫌 对 那没关系 等到饭再出来了之后 再来撒黑胡椒都可以 所以老公吃的再额外帮他调味重一点的口味 对啊 我老公 可是小朋友吃的清爽一点 清爽 我觉得清爽 然后老公比较难驾驭啊 所以我要学秋香老师 好 然后我会加番茄 我很喜欢番茄 好 这个是大科的番茄 大科的牛番茄 然后我会切十字 对 十字对切 这感觉是网路上很红的番茄饭的变化版 对不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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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先中间 没错 所以你先放下面 然后牛番茄是画了一个十字刀 然后先放中间 放中间 我们给镜头拍下 这样子往中间 你看多可爱 对 小孩看了也喜欢 然后花椰菜 花椰菜对我们真的非常好 就是十字花科的嘛 我自己很喜欢 所以花椰菜可以准备一点 有的时候是季节性的蔬菜 有什么放什么 有什么放什么 然后那个花椰菜 花椰菜 玉米笋 有些时候 如果我买到鲜甜的玉米 我也会换成玉米粒 就是看自己 因为会甜 对 真的甜 真的甜 然后玉米笋 红萝卜也是对孩子好 我就会放进去 你们小朋友 你们家女儿是可以开始吃副食品 对 一岁了 或者开始吃饭了吗 吃饭了 他吃得很好 哦 真的哦 他都吃饭哦 他都吃饭 然后我也会帮他做意大利面 哦 他是可以咀嚼意大利面 这样子慢慢吃 对 我就帮他剪 剪就是做给小孩 小口一点 小口一点 但如果做给小孩子吃啊 我现在这些备料 我会再切小一点点 哦 因为小朋友 嘴比较小嘛 像菇给他吃 也可能小块一点 对 小块一点 解小块一点 好 我们今天也是把菇切块 对 有香菇 有杏鲍菇 杏鲍菇 这个可以自己调整 对 自己调整 哦 所以这个懒人料理 里头有菇 有蔬菜 最后加的是鸡肉 鸡肉 我会买鸡腿肉 好 鸡腿肉一样切块 对 切块 那一样是把它放下去 放下去 我这个超级无敌懒的啊 你就是备料备好之后呢 那也是一锅入魂 一锅搞定的菇娃 对啊 我一锅弄好之后 我就要去带小孩了 这个是最方便的 但是我会加那个 一点点的酱油 那像如果自己 我觉得像比较是重的 比较是少油少盐嘛 我会选薄盐酱油 对 就是自己可以调整 自己的咸淡口味 那盐巴也可以自己调整口味 对 盐巴就是 我觉得适量就好了 一点点就可以了 而且你刚刚讲 饭滋味不够 可以取出来要吃的时候再加 再加黑胡椒盐就OK 你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么简单 很颜色耶 所以这样一锅里头 所有的营养 那直接进电锅 像平常煮饭一样煮吗 是的 我这个是两杯米 像我自己在外锅 我自己会放大概 1.6到1.8 我觉得这样的水 因为其实这些 这些蔬菜也会出一点水 我觉得差不多了 那个饭也会比较软一点点 对 那我就会进电锅 那我就会进电锅 那因为我们录影时间的关系 我准备好一锅了 事先做好一锅 对 现在打开给大家看我的成品 我们来看看 好 哇 所以中间就是那一颗番茄 对 没错 那我自己是会把它搅拌的 搅拌 这样子所有的蔬菜跟所有的营养素 就会均匀嘛 对不对 对 而且这个番茄跟这个其他的料 也会可以把它均匀 所以这比较接近吹饭 对不对 吹饭 对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就这个料理 还蛮像就是日本的家庭主妇 的吹饭 对 吹饭这样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耶 哇 我们心里分享的玉米笋 鸡肉咕咕吹饭 简单又健康 那我可以补充一下 如果大人吃 我觉得可以再加多一点的黑胡椒盐 就事后会比较 因为有些男生比较重闲 对 我真的感觉会比较像小孩子 小孩版一点 对 我必须说这个东西啊 它真的可以有很多变化 因为你刚才讲 你老公比较难处理嘛 那我们也跟你老公一样 蛮不容易处理的 所以刚才第一口吃到的时候 就觉得确实还蛮适合儿童 至少营养上是很均衡的 第一个你看 以前流行的时候 流行一个番茄饭 一个番茄饭有什么好处 就是因为番茄经过加热之后 它里面的茄红素 改变了它的结构形式 就变得很容易吸收 那第二个呢 茄红素的好处是什么 茄红素以前常说它抗癌之外 其实它是很重要的抗氧化成分 甚至有些宝宝我们都说 小朋友要从小就防晒 茄红素是最好的防晒成分 他们之前研究发现 你一天可能只要吃三汤匙 到四汤匙的番茄糊 你的防晒能力就会提高三成 就同样这样赛太阳 防晒也要多吃番茄 同样是赛太阳 你防晒能力有好很多 就天生帮你防晒 真的 而且洪一师电锅 真的是懒人的健康料理好帮手 对我们今天要讨论 那个懒人健康料理 一定要讲电锅 电锅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的都小家庭 或说单身贵族 那你租个房子 人家不希望你可以弄的 都是油烟 把那房子装潢弄坏掉 那你又是很喜欢煮东西 你知道煮东西 我后来问我老婆 为什么那么喜欢煮东西 她说其实她是 并不是说她喜欢老婆 她是表达她爱心的 她希望你的小孩家人很健康 所以这个是一个爱心 那我们当然我们现在 如果说邱香老师 她是我们古代传统的 所以我说错了 洪一师 你讲错话 我说错了 邱香姐 邱德 邱德传统 古代 大概就是 清风我明初那个时候 那欣宇也是一个贤惠的 我以前是老婆 贤惠的现代妈妈 那其实我刚吃欣宇的那个饭 我会不会觉得太 其实我之前吃我小孩那种健康 大部分都是这种味道 这种是刚刚好 那我一直在想 她为什么她很营养 我们一直在讲说 我们平常煮菜用炒的用什么 那个汤会 甲离子 一些水溶性的维生 会流到我们的汤汁里面 但我们大部分不喝菜汤的 对 可是你刚刚有没有做这样的炖饭 这些不管是维生素系 不管是这些甲离子 它事实上 它都渗到你的饭里面去 你整个吃是非常健康的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几个 那个电锅料理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千万不要给它空烧 你加那个水 那因为它有一个内锅跟外锅 在比较早以前那个外锅 事实上都有铝制的 那很多妈妈为了审视 就是她用一个蒸盘 但是里面就没有用一个内锅 那那个很多那个 比如说她有酸碱的东西 一调味可能一流出来 就把那个铝融出来 那就不小心又 随着那个水蒸气 又跑到你的食物 会造成那个铝中毒 所以不避免空烧 然后最好是用一个内锅 如果你自己自作聪明 去买一个比较好的 把那空隙整个给压扁了 变成没有空隙的话 会变成加热不均匀 也会有 电锅也是会烧焦的 所以这几个那个 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那接下来 小刚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懒人又简单的 法式弦派 厉害 而且听说家里有微波乳 一定生得出来 对 因为可能就是烤箱 还要注意火候什么 那我们今天用这个微波乳 虽然微波乳很快 然后其实微波乳没有想象中 大家想那么可怕 也是你用的时候稍微有点距离 然后时间不要太长 其实都ok 那我们今天就是很简单用 叮一下就可以做出来的 厉害 那么简单 对叮一下 大概叮的时间都是一分多钟 一分多钟而已 那微波乳 你要先准备的是一个玻璃碗 对 那我们用玻璃碗 然后用微波很 一些东西 这是微波专用碗 对对 微波专用碗 你不要用塑胶的 你不要用金属的 没有 这很重要 因为微波它耐高温 然后有一些东西 有这个锅具 或者玻璃油 它材质没那么好的 它进微波搞不好 真的破掉 裂掉 想说那个没耐蜜还难搭进去 那些都不行 对 那我们先把上面那个 它品就是它的这些装 备料先把它做好 好 这个是菠菜 菠菜会 如果你洗完带点水分 那直接进来 好 那稍微切碎的菠菜 带了一点点略略的水分 对 先放在下面 对 然后这边 拿一个也是可以进去的 这种磁盘的盖子 这个也是微波 可以用的磁盘当盖子 直接就把它丢进来了 你要微波菠菜 对 可是要盖盖子 你一定要盖盖子 那通常这样的菠菜 以你今天这个量 要微波多久 这个量可能一分钟就搞定了 哦 所以你的菠菜也没有炒熟煮熟 是用微波熟的 对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微波熟 对 其实像我自己做一些烤蔬菜 意识烤蔬菜 烤的时间很长 对 你烤的时间越长 是越容易有那个一些什么 那个本皮 还是一些那种 那个致来物上去 那我就先把它微波到九分 九分熟 那拌一点橄榄油 就把它烤干 其实就很香了 哦 连剪刀都不用出动了 我们稍微 拿破一遍 太棒了 对 这个全部只要洗的 就是那一遍而已 对 懒到最高点 连能源都不用了 就像你就是用一个闷烧罐 所以有热水就可以了 对 我们今天介绍一个叫 玫瑰椰糖栗香茶 哦 喝了就会挺蜜蜜的感觉 所以很适合女生心情 差的时候来一杯 真的 那我就先把它微波到九分熟 再拌一点橄榄油 就把它烤干 其实就很香了 哦 对 但相对来说是健康非常好 所以有些时候你用微波 可以加速你的时间跟效率 对 那而且很多人对微波乳 有误解 对不对 对 因为那个微波 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是 大家现在的人都觉得说 微波就是电磁波 其实电磁波是因为 它电了以后产生微波 那你要知道说其实我们的食物里面 一定要有水 水就是你知道一个氧 要带两个氢磷子 只要它在一个微波里面 这样子旋转振动 它产生热能 会让我们的一个蔬菜或食物 或肉类可以去加热而成熟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有些人就会比较怕说 会不会产生一些致癌的东西 实际上是不会的 因为它本身是安全 而且比较不会影响到 影响到那个食材的一个新鲜 或者它的营养分的营养素 像维生素C 或者一些植化素的一个破坏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先回应一下致癌的东西 会不会是很多人 比方说这个没吃完的便当 或者没吃完的隔夜菜 隔夜微波 重点是那个东西不新鲜了 不是微波乳会产生致癌吗 对对 那个很可怕是因为 我们如果用了一些 比方说是便利商店的 一些塑胶食材的 加上油脂类的 才会产生芳香厅 才会有致癌性 而不是电磁波产生一个 脑瘤脑癌的问题 并不是的 所以你讲的是 微波食品相对少吃 可是微波乳是可以用的一个工具 好 我们这个菠菜 果然一分钟就好了 我很好奇它会长怎样 就是菠菜 就是熟了 而且有一点点像蒸煮熟 对 那其实你看 如果它下面有带点水分 它流出来水分不会很绿 那我们烫的有没有 我们烫蔬菜水都绿 那我们是不是叶绿素跟营养价值 都全部这样的水分 我们不可能去喝烫青菜的水 对 那反而是我用一点点水 然后让它这个营养反而是保持在 我们的菠菜里面 这么厉害 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把它做一点很简单的 好 鲑鱼 对 那因为我们要蛋白质要兼顾嘛 所以我们把鲑鱼稍微 那个连剪刀都不用出动 我们稍微把它剥一遍一遍 这个全部只要洗的就是那一个而已 就那一个碗 多好啊 家里突然没有剪刀啊 这个就是给很多上班族 或者这个学生在外啊 搞不好哦 他的厨房配备就是一个电锅 一个微波乳 对不对 对 一样可以上法式咸派 真的 法式咸派感觉要有Polo的厨房设备 然后要这个西餐顶级的烤箱 没想到我们小刚分享的是 微波乳就可以上 对 那我们给他一点点的蒜末 蒜末 很小匙 这样有点太多了 要抢过味道 好 所以这个咸派的基底其实是 鲑鱼 菠菜跟蒜末 那再加一点橄榄油 橄榄油一点点就好 让因为你这个微波的蔬菜本身 口感比较差一点点 比较色 对 那我用一点点油 去让它包覆住这个蔬菜 那蔬菜的口感就会好很多 好 然后一点点胡椒 所以这个是咸派的其中一个馅料吗 对不对 就是它的最上层的 最上层的馅料 对 那所以就很简单的 菠菜加上鲑鱼 我就不加盐了 因为我们鲜鲑鱼是咸的 是 我感觉这样也可以吃啊 对啊 这当然可以吃啊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搅拌均匀 好 好 就可以放在旁边了 再来咸派怎么做呢 再来就是我们咸派的这个底层 那我们今天就用我们喜欢的这个容器 我们准备两个容器 对 我们家有马克杯 然后一个是或是用小吃 小的烤中 对 然后这个是这个巧巴打面包 对 我们就把这个面包有没有 剥一块一块 对 哇 那你又帮没有吃完的吐司 找到新出入了 今天是好的面包 你知道上班族或者家庭主婦 有的时候吐司啊 前两片都吃得很开心 最后剩三片很尴尬 就没有要吃 要吃又觉得不好吃 要丢又良心不安 对不对 所以这个如果吃剩的吐司也可以嘛 对啊 都可以啊 我觉得用比较有口感的 用起来比较有口感的东西 好 我给镜头拍一下 小刚其实只是稍微把面包剥一块一块 什么面包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 那只是今天你带这一颗奶 别的也可以 那把它铺平 铺平在容器下面做这个弦派的低层的底层 对 然后这边会用一点cream cheese 但是不会太多 主要是让这个面包能够成为一体 我们刚把它拆散了嘛 但我让它结成一体 然后口感上也比较好吃一点 所以cream cheese的目的是 刚刚那些面包要当鸡皮 要让它们粘住 让它有点粘性 对 我这边给它的这个起司 大概一汤匙的量 不会太多 大概就是10ml左右的量 对 好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cream cheese 稍微跟面包去做个结合 让它们可以粘住嘛 对 让它们变成 结成一体的感觉 那你也不用花太多心思 去把它弄很均匀 因为它等下遇到热之后 它就自然会 它会融化 融解 它就会变比较稀释一点 它就会去散 对 可是能然要做这个动作 稍微把面包丁跟cream cheese 把它抓紧 然后让它粘紧 稍微粘一下 大概的那个量 就是到时候我们把这个杯子 稍微放开 就是整个让它可以散散 可以平铺就好 所以面包加cream cheese 粘起来是低层的底层 就好像一个底一样 对对对 法式弦派的底 再来呢 好 再来 打一颗蛋 对 这个如果在家里头有微波乳 就可以自己弄了 感觉是很厉害的 对啊 超强 你知道去外面买一个这个尺寸的闲派 至少要到八十 八十体跳 一般到一百五 看你在什么店买 好 好 那我们小刚打了两颗蛋 那现在再加的是 一颗蛋是配十瓶 所以我就是这样十瓶嘛 两颗蛋就是二十瓶 二十瓶的什么 这个是牛奶 牛奶 对 所以你看 家里头有的时候没喝完的牛奶 又找到全新的生命 牛奶也是有时候剩一点点 很尴尬 对不对 对啊 把它打散 打散然后稍微把空气打去 它等一下会稍微一点膨胀 这样会比较膨松一点点 哦 为了让它这个咸派的馅料 跟它中间的那一层可以烹一下 对 其实你刚才说那个吐司真的是 因为每次吐司剩到 大概吃到第三块的时候 然后就想说剩那么多 每次去那个收水桶的时候 都有点做贼的感觉 就是四下无人啊 给他丢进去赶快跑 可是你的良心还是会不安保 就很担心邻居看到 哎呦 一次丢半条 哎呦 说被什么阿嬷看到 抱舔天鹿啊 浪费啊 还不能下雨天出去丢 因为怕被雷打到 对啊 所以我们改天来做一集哦 为吃剩的吐司 找到全新的人生 没错没错 那这个打发之后呢 加一点点的盐 对 给它调味一下 好 因为是咸派嘛 所以就是一点点的盐跟胡椒 对 好 这个可以自己斟酌自己的口味 然后一点盐跟胡椒 再把它打散 那所以两个容器各半嘛 对 各是一颗蛋的量 所以这样也很营养啊 你看它的食材是 Creme cheese加上面包加上蛋 对不对 那一点点的牛奶 一定要牛奶吗 换别的 合不OK 呃 还是建议用牛奶 因为它本身跟奶的味道 奶比较合 比较搭一点 好 这个容器比较深哦 好 我们就可以再深一点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烤中 你不要把它装太满 因为它等下会膨胀 而且它那个蛋大概只有淹过 刚刚的面包的那个水平面 好 大概维持这样 对啊 这样就要去叮一下 这样就要去叮一下 微波叮了 通常要微波多久 像这样子一个啊 大概是1分15秒到20秒之间 那温度呢 温度通常我们用强火 家里的强火 强火可是一分钟多一点 对 一分钟多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其实超过一点时间 也不会怎么样 那你就拿出来 如果它没手你就晃一下 如果还会波动就还不行 好 对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跟你的容器的大小 跟深度都有关系 是 以我们今天的容器的大小跟深度 通常1分钟多一点就好了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自己斟酌 自己在家里头的容器跟分量 那问一下洪庸医师 刚刚小刚一带的提醒观众朋友 比方说像这个如果是要尽 也是一个微波用的玻璃碗 是 这说微波的容器很重要 对 微波乳的虚脂 比电锅要更多了 很多人我们常在网路新闻 晚上会发现一大堆用微波乳 失当所造成的一些惨剧 我再提醒几个 第一个我们讲说 假设你要用那个 不能用金属类的 金属它微波 它会反射它的微波 在里面会产生一些火花 甚至把你烧掉 所以金属是绝对不能进去 那塑胶容器行不行 它都有一个塑胶容器 都有一个回收辨识嘛 一个三角形的 而且有一些它会写什么120度 120度可以吗 其实跟耐热很重要 一般我们讲大概就是那种5号的聚饼烯 那种PP的才可以 那它有一些什么 比如6号它耐热可能只有70到90度 那进去铁定把一些有毒的物质 都整个释出来 你那一锅就是自来汤 那就很危险了 那还有几个要小心的 有一些带壳类的东西 是微波它跟一般加热不一样 它直接可以渗透到你最中央 那把那个用水形成一个共振 所以中间会一个很大的一个高温 那我们为什么会气爆 很多人把鸡蛋 整个进去会爆掉 因为它水蒸气 在里面已经变成一个蒸气 整个体积会膨胀 可是你外面还是一个带壳的东西 所以打开就包括水果也是葡萄 什么那些代表 那可能水蒸气整个体积膨大 就会造成一个气爆 有壳的有带皮的 那个可能进去要特别小心一点 那另外我们讲说有汤之类的东西 可能你一定要把它加干 不然也会弄 因为我刚才水蒸气会炸开 还有辣椒 辣椒不会爆炸 可是辣椒常常 家庭主妇会把它一打开 整个那个水蒸气都是辣椒水蒸气 你一打开就被熏得 整个眼睛流流眼泪 这个也要特别注意 那保鲜膜能不能进去 保鲜膜原则是不要进去 可是有一些专门 我们现在有专门为这个设计的保鲜膜 适合微波的保鲜膜 那为务必帮他留一个空间 大概2.5公分 因为会有水蒸气这样蒸散 你那个也会 如果是黏的他已经又怕爆 那那个我们讲说另外一些 什么铝箔啊 什么那些 那个怎么进去 那个就千万就不要进去了 大概这几点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我问你 微波如果有的时候东西没进去 可是让他空转了OK吗 空烧也不行 那千万不要做这种 除了浪费那个其实微波在一个空烧的环境 我刚刚讲说它是一个波会反射 那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火花 所以要特别小心 好小刚我们的微波也差不多好了 可以了可以了 好 来我们把它取出来 好可爱喔 这个烤箱 它有点像人家烤布丁 对 好妙喔 好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好这两个是一模一样喔 只是因为这个钟喔 比较矮 然后这个马克杯比较深喔 比较瘦高 那实际上他们都发起来喔 都有点像烤布丁的样子 对 所以你的弦派就是上面可以再加这一个配料 对 这样一人份真的很可爱耶 微波可以立刻上耶 我觉得这个如果比方说当下午茶 当点心啊 也很厉害耶 看起来好像很有一个很有个样子 对对对 很多妈妈小朋友放学回来 吵着要吃下午茶点心喔 就是可以直接这样打发好快 而且因为一般来讲 现在流行都会做甜点 对对 这边人一直回来都吃甜的 都已经觉得不理想 已经在那边hyper了一直吃甜 这个给他吃一点点咸的 又有鲑鱼又有菠菜什么的 就刚刚好 营养素就很均衡嘛 对 那我们最后再加一点起司嘛 泰玛森起司 这就是懒人版的微波的法式咸派 对 那喜欢起司的 如果喜欢它融化 也可以再让它烤一下 起司融化 对不对 而且你也可以把它放在蛋里面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我们小刚这个法式咸派是很好吃的 而且我觉得它其实 像它两个 它的那个蛋的熟度是不大一样的 像那个我们白的那个生的中 它烤得久一点点 所以它蛋是比较硬的 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吃那种 比较硬口感的 你可以做久一点 可是像那个粉红色的那个 里面有一些比较软的那个 就会偏偏带一点点水 其实我觉得也非常好吃 它的口感就会觉得更道地 小刚好为我们很多的单身男生 单身男生很多人都不大会煮菜 那自己又没有一个瓦斯爐 那我记得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 那时候也买了 因为三餐不方便 我们都会买很多那个微波食品 冰在自己的冷冻 然后一来可能是意大利面 可能是炒饭 可是我后来发现了 它真的很方便 可是当你越来越懂 就是说它非常不健康的食材 我们应该像小刚一样 用一些天然的食材 包括我们刚刚讲说一些 面包蔬菜类的 而不是说吃了一堆微波食品 微波食品那些什么 意大利面那个市场 它油盐糖 还有一堆食品添加 防腐剂 那都非常多 因为那个都不是新鲜食材 那都是冷冻食品 然后冷冻食品 它是藉由微波 把它快速的加热 它是调得非常好吃 可是你们想到 它调得这么好吃 可是我刚刚讲 我刚吃小刚 他料理的这一道那个 其实它的味道是不输那个的 非常天然又健康的一个 微波料理 所以今天小刚分享的 真的也很值得学 是简单又健康的法式贤派 那周太一还要分享一个 简单又健康的养生茶 而且直接有保温杯就可以喝了 就懒到最高点 连能源都不用了 就像用一个闷烧罐 所以有热水就可以喝了 对 我们今天介绍一个叫 玫瑰椰糖栗香茶 那要准备的是玫瑰 对 我们指的一个就是 没有农药的 就是一个叫粉玫瑰或紫玫瑰 然后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玫瑰女生都喜欢 为什么不用玫瑰花 不用喇叭花 用玫瑰花呢 就是因为 玫瑰本身对女生 妇科是非常好的 所以中医是有这个逻辑的 是 对 它除了活血通筋之外 因为现在春天 很多人开始 很抑郁 所以它本身是在宽兇 解育 放松 让你非常的嗨起来 让你高兴起来 所以我就用玫瑰下去 去疏干解育 那我们大部分不用太多 那另外准备椰糖 对 那椰糖本身 我给镜头看一下 椰糖看起来有一点点像我们那种黑糖的方块 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有一些椰棗树 我们就把它体验出一个叫粗质糖 是椰糖 那椰糖它本身是因为 里面有一些氨基酸是一般精致糖 它有16种氨基酸 它是植物性的 对于身体的一个美容也好 对于一个有一些糖尿病的 它需要低GI的话 它居然是低GI的 它比较低GI 在哪里买啊 这东西在那个有机食材店 或是在一个印尼 或是外籍的那种 外籍因为很喜欢去的那种 那种食材店都可以买到 甚至像高级食材的 像超市也有 赶紧试试看 它像黑糖 它其实像黑糖 对 糖面患者反而可以用 而且它本身除了氨基酸之外 它的矿物质很多 有些如果说你是素食者的话 它其实它本身的氨基酸 矿物质是有些素食者需要的话 也可以用上去 好 那这个是野糖 那另外这个是我们一般人 在吃栗子蛋糕那个栗子吗 对 那因为今天懒人料理是 我们不能买那种干栗子 而且干栗子它本身要煮很久 还蜜很久 我们就买现成超市有的 一个蜜栗子就可以了 然后栗子大部分的人 都觉得是秋天才吃 事实上除了它在补肾器啊 强壮心血管啊 冠状心血管之外 它其实在春天是一个补皮胃 健脾味的好食材 只是有些人会胀气的话 建议你要我们中医是说 你要在口腔里嚼到变汁液 才吞下去 会对肠胃是比较好的 好 那周太一这个配方 就是少许的玫瑰花 加上几颗栗子 加上几颗椰糖 就可以放进一个保温杯里头 然后去焖煮它嘛 对 那我自己本身是 不太爱玫瑰味道 那因为伊能静说 他为什么能叫第二个老公 是因为他都每天用玫瑰精油吃了 全是会香喷喷的 对不对 他要分享的 不只是教第二个老公 他还生第二个小孩才厉害 所以玫瑰本身 现在台湾女生喜欢 老公多不厉害 46岁还生小孩是厉害 老公年纪还很小就厉害 所以我们大家 为了效仿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 好发了 那我们就让栗子下去 因为栗子本身大家 台湾人还蛮喜欢栗子 因为营养是丰富的 把它放进去 主要这里面有个特点是 只要你用煮沸过的水就可以了 那糖的话就是不至于 市场你不要看这很多 它不太甜 放下去不太甜的 它没有非常甜 对对对 跟一般砂糖冰糖不一样 好 然后煮沸的水下去 放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直接保温杯 比方说上班族很多女孩子 这样也可以冲一杯 带到办公室 对 那我尽量建议是买焖烧杯 不要是保温杯 焖烧杯 就可以焖更久 对 它的传导和对流性 会比较能保温 这样子就完成了 然后我大部分 通常要焖多久之后 30分钟后就可以吃了 这样子就成功了 好 那我们录影的关系 我们事先先焖好的这杯 对 就玫瑰 好 那我们就来试喝咯 哇 我们看一一的 玫瑰椰香栗子茶 这个喝起来是有玫瑰香味 然后淡淡的栗子的滋味 也在里头 对呀 建议有些女生 她有一些月经不调的问题 我觉得椰糖 它本身对于补血 还有美容 也是有维生素B色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栗子 没有大家想象的热量这么高 它是淀粉没有错 可是它是强壮身体 促进循环手脚温暖的一种淀粉 而且它这个很妙 就是一般我们喝那种玫瑰花茶 通常是喝比较清淡的 这种是很浓的 因为它有栗子 让它整个那个口感变得很浓郁 对 然后椰糖让你觉得更加那种 喝了就会挺蜜蜜的感觉 所以很适合女生心情 很差的时候来一杯 真的 那最后洪医师也要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叮咛 好 今天的那个懒人料理 事实上我应该叫做懒人聪明料理 我们懒但不能笨 那我想说其实懒人料理 它的精神 包括我们的对食材的认识 对我们使用那些器械 包括微波炉 包括我们的门烧锅 包括我们电锅的一些使用的知识 那包括还有加上一个创意 你要做出什么 那我们不能说 使用这些懒人料理 我们的健康就不顾 所以还是要记得 不管是在口味上面 在我们的营养还是要均衡 我们刚刚今天的整个菜里面 事实上颜色都是有的 不是单纯只有米饭 只有它里面还有一些青菜 水果什么的 还有肉类 全部都有 所以懒人 但是要聪明的料理 好 谢谢洪医师的叮咛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 今天分享又懒又健康的 这一个生活的应用 那这些食谱 我们也都会po在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健康好的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